中共军队将领谈武统,威吓台湾担心影响选举鸟山文,周六就是台湾投票日中共共军又喊武统,威吓台湾中共军队中将,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,最近与参加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航活动的记者交流。 在台湾网媒面前,大谈共军过去40多年来的世纪并称有一种远端火箭炮,可以精准打击,台湾震慑台独势力何雷还说不希望这一代人等到白头,还看不见两岸完成统一根据中共国台办的中国台湾网,报道何雷提到共军武器现代化水准,不断提高,对台湾的军事行动,不再需要动用飞弹。 何雷说我军有一种远端火箭炮射程几百公里,这意味着不需动用导弹,仅依靠远端火箭炮就能实现精确发射,精确打击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发挥强力震慑。 何雷还说两岸分离将近70年,他最遗憾的就是等到现在还看不见中国统一台湾。 我记得一位老元帅曾讲过我们等台湾回归,祖国统一等到头发都白了如今,老元帅已去世多年。 我作为一个后来人一个入伍50年的老兵现在也把头发等白了,但我不希望你们这代人再把头发等白。 不过中共忧心此一报道,会对台湾选情造成影响中国台湾网。 在今天接近中午已撤掉该则报道,网约虽搜寻得到淡点进取,就却在连回首页不过该则报道以备。 中国大陆的内容农场转载在网络上,仍可以看到该则报道网友表示,中共刻意淡化五下结果这猪队友乱讲。 这位军人受访前,有获得中共外交部授权,又在帮民进党催票了,催票催起来,用这种方式,只会得到反效果,谁要跟你统一,进化成中将汤一样,统不了了。 国台办的网媒搞砸,有没有人要负责?